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发布全新的N5105 V5的版本 那这个也将是N5105的最终版本了 所以大家提的一些功能改善的建议呢 这边已经全部完善了 那我就简单来说一下V5版本升级了哪些的功能 首先呢就是增加了TF卡槽USB的控制芯片 那可以从TF卡槽来引导系统 第二是增加了始终的芯片 提升了两块M.2 NVMe的兼容性 虽然这么说 但是还是推荐大家使用一线品牌的内存以及硬盘 这边比较推荐的就是三星的硬盘内存 兼容性是一方面 那么稳定性呢是更重要的 第三是增加了电源的优化管理 在后续即将发布的硬盘扩展盒 它会更加的适配 那这次V5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注重了全方位的品质 每一个细节呢我们都尽量做到最好 当然第一点呢就要从产品的包装上面来提升一个档次 无论你是送人还是自己用 那么拿到手的第一品质感都是非常在线的 加上我们公司全新的转型 那么从V5的版本开始呢就会采用这种比较高档的一个包装 目前大家看到桌面上摆的这些呢就是V5的全新版本的一个包装 那接下来呢我就直接为大家来一次初体验的开箱 那么我开箱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拿到的话呢就是什么样子 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量产版本了 虽然现在的包装比较高档 但是呢是加量不加价的 现在呢我就简单的为大家来做一个开箱 大家拿到手以后呢包装盒上是有树峰的状态 左上角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全新的标志啊 那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logo也将会是以后产品的logo 那么这款产品的系列呢是叫做斗篷系啊 为什么叫做斗篷系呢 稍后呢我再来介绍啊 整体的包装呢比较的简约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背面啊 背面有一个标签 标签上面会有详细的产品的配置信息 比如我这边开箱的这台的配置呢 它是V5版本啊 然后它是一台黑色的 是一台准系统 也就是没有内存没有硬盘的 标签页上比较重要的信息呢 就是产品的系列号 这个系列号有什么用呢 稍后呢我再详细的为大家演示 上面还有一个VOM的logo标 也就说这台机器可以支持我们的VOM虚拟整合包 同时搭载的是最新的2.1版本 也就是EXI 8.0的版本 包装盒的侧面呢 也会有我们公司的英文名啊 无师魔法 好那么另外一面呢 也就是我们公司全新上线的官网啊 那这个网址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网址的由来也是非常有含义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官网去了解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直接来拆封给大家看一下啊 树丰盟的保护呢 主要是在快递的运输途中啊 大家拿到手以后呢 整体的内部还是比较干净的 这次的包装是做的不惜成本的 那大家拿到手以后呢 亲自上手就可以感觉得到啊 现在我就直接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打开的方式 它就是和礼盒开盖的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从侧边啊 轻轻的就可以打开 盖子呢 它是磁吸式的啊 我们轻轻的就可以打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啊 这边稍微抬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附赠了两副我们定制的口罩 那么由于现在是疫情的关系 那么口罩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必需品啊 口罩总共有六个颜色 我们就随机附赠了啊 接下来呢 就是一本使用说明书以及保修卡 那么这本说明书的背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 同样是对应着这台机器的A10码 好 那么说明书有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就先放一边 那么来看一下整体的内部 非常的规整的一个摆放啊 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到主机 左右两边呢 分别摆放了两个配件盒 我们把零乱的配件呢 放置在了配件盒里面 所以看着比较规整啊 我们现在打开一个配件盒 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其实就是我们的常规配件了 一根SATA的扩展线以及一包螺丝 另外的这个配件盒呢 就是我们的电源啊 电源呢也是规整的放在配件盒里面 这次的电源呢也做了一个小幅度的升级 改用了格瑞的品牌的电源 同样是12伏3安的 然后它是一个宽幅的电源 就是100到240伏都支持的 接下来就是主机了啊 那主机的话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还是我威士版本的一个设计外观 同样用的是丝膜 那么拿出主机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包装盒里面 有很厚的这个海绵垫啊 在运输的构成当中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主机的 这款V5和V4在设计上是完全没有变化的 只是升级了之前说的那几个功能啊 那么外观上面还是用着我们独家使用的这个丝膜的版本 带有抛光处理 然后呢可以束放 那么这次主机的内部也会有logo的贴标 以及这个A神码 那么这个A神码在包装盒上 以及说明书上 包括机器内部都有 那么就是三码合一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为大家做一个毫无悬念的一个开箱啊 那么由于公司全新转型 我们的官网呢 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公司的全新的官网网址呢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这个是产品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服务平台 域名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容易记忆啊 那么之前的Videotalk的这个网站呢 目前的话也融合到了这个公司的网站里面 Videotalk这个网站呢 将会成为我个人发布一些技术玩法的一个平台 为了不让大家重新适应啊 那么这个网站所有的风格 包括之前注册的会员呢 都是没有变的 只是呢 域名变了一下 那么VUM心理整合包的官网呢 也融合到了公司的这个网站里面 直接在全新的官网里面找到产品 然后在里面就可以看到VUM虚拟整合包 比之前更加清晰的可以找到下载的链接 对应的版本以及说明书等等 那么这次转型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产品的体验 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以及售后的流程 那么我就以全新发布的V5的这个版本 为大家演示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盒上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这个斗篷系啊 这三个字 那为什么把这个产品命名为斗篷系呢 因为我们的公司的产品现在定位有三个系列 巫师系的话是针对家庭的用户 权杖系呢是针对企业的用户 这两个系列呢是属于我们自主研发的产品系列 目前呢正在处于研发的阶段 包括我们即将立项的巫师OS系统 那么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系统 而这个斗篷系的产品呢就属于委托其他厂商 或者是代工厂生产的OEM的产品 或者说是代理的产品本质上呢属于第三方的产品 但是技术支持硬件问题使用方法等等一系列的售后 都有我们这边来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那这个呢就是简单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全新的公司 具体有兴趣了解我们公司的文化定位方向 以及网站域名的由来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的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上官网去了解一下 这里呢就不详细的展开介绍了 针对这个斗篷系列的产品 我们这边也发起了加入斗篷系的项目合作邀请 欢迎各大厂商呢咨询合作 好了那么言归正传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威武的产品本身啊 那么新产品拿到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产品的包装盒的背面 可以看到这个标签页 上面呢就会有一些机型的相关配置啊 等等一些信息 那么刚才开箱的时候 大家也已经详细的看过了 那里面最重要的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SN码这一项 当然这个SN码呢 除了这个包装盒上 包括机器上它也有的啊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N码 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查询到 你购买的这款设备的一个详细的信息 然后购买的时间啊 以及里面有包含对应版本的VUM虚拟整合包 重点是当你查询了以后呢 里面会有一个对应的专门的技术顾问了 那么有什么技术问题的话呢 就可以找你的专门的技术顾问进行咨询 当然我们除了官网的上线 我们同时还上线了微信的服务平台啊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服务平台 找到里面的产品系列号查询 也可以在微信服务平台里面查询 那么以后我们的技术支持 包括售后维修 我们就只认这个SN码了 那如果你的这个设备是通过某鱼卖给了其他人 那么二手的用户呢 通过这个SN码也可以享受到我们的技术支持 以及VUM虚拟整合包的使用的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一手用户还是二手用户 那么你通过这个SN码 你就可以下载到最新的VUM虚拟整合包 那么以及联系到对应的技术支持顾问 售后这一块还有一部分呢 是针对维修的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便捷的 查询到自己的设备的维修状态 那么我们这边同时也上线了 微信服务的小程序维修的平台 大家的设备出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里面直接填申请单 然后呢 可以在里面跟踪你的维修状态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期VUM版本的一个新品发布了 那也需求的朋友呢 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铺 或者是抖音店铺去了解一下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